其實我在很早那個 偷偷愛上妳 她跟邱淑貞 她後來瞎掉那個 就很喜歡她 後來再看到吳堅道就 好想認識她 那妳要趕快長大 要不然現在看起來就是很想演婦女 可是我跟她演戲的話 就算我是演一個靈演 可以看到她就好 我只想看她演戲 不見得要有什麼感情戲之類的 這樣就很足夠 這樣演靈演就可以 對啊 那金馬獎我們是找她來頒獎 然後妳要不要當地獎小姐 好啊 就一直拿著不肯交給她 好啊好啊 一直在旁邊看她這樣 在後台一直跟她拍照 開心得還好啊好啊 其實很瘋掉 可是楊淑貞自己現在已經有跟很多 很受歡迎的男生演戲了 像現在我們看到賀君翔啊 余文樂也有 對 她有合作過 李威啊 李威 秋澤 還有 朱孝天 對 這當中有沒有妳比較喜歡的類型 嗯 或是喜歡她每個人不同的哪一個部分 對不同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我很欣賞李威的個性 因為她非常的穩重 唉唷 我剛本來想接一句說 因為會跟狗仔隊對撞 她穩重啊 她非常穩重 而且她非常的大方 嗯 而且她很認真 嗯 我覺得個性方面真的 李威的個性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沒有 我跟她不可能啦 因為她她的那種穩重的東西 就她一切又太老成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她連那個舉動跟那個 興趣 興趣還好 她會喜歡玩車之類 可是 她整個人感覺又有點 嗯 好像跟爸爸在講話的那種感覺 因為她常常會 坐下來 來 陳琳 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聲音很低 然後就 OK 可是又配上一個嘟嘴 反差很大 對 她臉是娃娃臉 可是她就是 講話一切都是慢條思理 然後很老成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今天爸爸在問我說 今天功課寫得如何的那種感覺 嗯 那笑天呢 笑天她就是像哥哥 嗯 而且 她也是很老成的一個 可是她老老成的方式 跟李威不一樣 她是那種 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的那種 就譬如說 啊桃子仔 我今天跟你講啊 你今天衣服 不OK啦 我告訴你那種 在那中校東路轉彎的哪個地方 就開始 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你就會覺得 其實我很想 很想離開現場 離開了 所以你會像爸爸的話 笑天像媽媽 對 對 其實她 他們兩個的那個優點就是 他們都很細心 然後很成熟 嗯 那余文樂 余文樂跟賀君祥是同一類的 蛤 對 這麼幼稚 對就是比較像 像真的很像哥們 那跟邱澤合作呢 邱澤就是一個 非常像大家看到他的樣子 就是很 與世無爭 還是 嗯 他就是一種很無所謂 他是不是已經退出演藝圈了 我不知道欸 嗯 很久沒聯絡 但是他就是 其實他也會有幽默的時候 只是看起來隨時好像都很憂鬱的感覺 嗯 然後他真的就是一個藝術家 嗯 然後一個人都躲在一個地方 在聽音樂啊 不然就彈吉他 不然就看書 好怪 我覺得現在想要很怪 就是悶悶的 對啊 有的要不就太老 有的就太怪 對 太想證明自己長大吧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吧 真的敢這樣講 我現在發生就是 楊誠誠分析得很精緻喔 一針見血 對